许久不见的谭孙宇近日现身好闺蜜婚礼现场曝光一组现场生徒 引发网友一片大赞 好一对漂亮的姐妹花 可以说闺蜜的胭脂与谭孙宇不相上下 照片中的谭孙宇穿条纹扇 搭配牛仔裤 一身休闲低调舒适穿搭 活力四射偷着满满的少女气息 小小的脸蛋画着淡淡的妆容 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显得甜美又可爱 好闺蜜新娘子穿着洁白的婚纱 画着精致的妆容与谭孙宇合照中 好像一对漂亮的姐妹花 颜值都很出色 果然美女都是跟美女一起玩的 而且据现场人员透露 谭孙宇在现场还见到了新人的手捧花 如果是真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谭孙宇的恋情将要曝光了 毕竟谭孙宇已经33岁了 也是时候该为自己的感情生活考虑的不是 为此很多网友对谭孙宇的神秘男友进行了猜测 结果绝大多数网友都觉得会是王凯 因为他们两位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他们之间的缘分开始于2020年10月16日 第13届精英结上 这也是王凯和谭孙宇他们第一次的相遇 也是他们相互认识的开端 这一次的颁奖礼上 他们共同诉说着对于三十而立的往事 他们两人一个作为80后 一个作为90后 共同诉说着对于梦想的坚持 之后到了2020年10月18日 中世协宣布了双新委员会名单上 王凯和谭孙宇坐在一起的画面 也是非常的有及时感 那一刻谭孙宇扭头看向旁边的王凯 那一瞬间的心动谁懂啊 真就坐在一起都觉得很有CP感 之后他们在2021年2月28日的微博之夜上 他们也是再次的迎来铜框 谭孙宇身穿一袭白色公主裙 王凯则是一身棕色皮衣 搭配白色裤子 或许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就彼此熟悉成为好友 2021年6月10日 王凯和谭孙宇在上海白玉兰出席典礼上 两人又一次迎来了铜框 主的巧合真的就只能说明一点 两个人真的很有缘分 而且男帅女美真的很搭 大叔和甜美的恋爱 相信是很多人都喜欢磕的 况且王凯的剧和谭孙宇的剧 小编基本都看过 尤其是冬天的那部 向风而行 小编刺门看都看不够 不过当时在看到了他们许多花学和路透 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感觉 他俩对以前合作过的同事 从没有这样过 那一会儿我还和身边的人说 王凯在谭孙宇面前 怎么这么慢 后面慢慢意识到 宋宇有撒娇 细节太多了 我就不赘述了 我不在乎他们炒没炒 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在营业 一些巧合很甜什么的 我也不在乎 我只知道 我看他们以前的剧 花絮直播 从未觉得不对劲 但在王凯谭孙宇的那次发布会上 我就发现他们一些亲密的行为了 凯凯王的眼神 真的是满满都是爱意 如果不喜欢眼神里的光芒 真的是撞不出来的 除此之外 还有王凯在这次发布会上 想摸又不敢摸的动作 让小编第一次感受到CP的魔力 他们怎么能这么甜蜜 怪不得会有如此高的适配度和国民度呢 况且这段时间 我也关注了一下评论区 发现剧都播完好几个月了 磕的人只增不减 进垃圾吃馊饭也要磕 不过有网友表示 王凯谭孙宇的互动会不会是在营业 确实有可能 会导致 你们觉得这是人工硬糖 不过演出来甜蜜什么的 那很正常 剧还在播 他们也不能直播对骂是吧 所以直播里甜蜜 大家理智嗑一嗑 可能真的会演 但是花雪和路透 给我使劲嗑 其实 看了他们许多的花雪和路透 那时候就觉得他们不一样了 炒CP也不用在偷拍的路透里炒哦 而且嗑CP嘛 真的就开心就好啊 游乐圈真真假假这么多 不说明星吧 就是我们普通人身边 有些人的亲切爱爱 也很难以预测吧 情感这个最难琢磨了 即使他们最后不在一起 我也不会太难过了 这个冬天 很幸运的遇见了他们 我见证了一对热爱生活的年轻人 顶着漫漫 在轻视中 手牵手 肩并肩完成了一部 路人盘巨大的佳作 我朋友奢求他们一定会在一起 我知道可能性很小 但是只愿他们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能一直保持演习的初心 依旧热爱生活 热爱这个世界 我想大家基本课的也是和我一样 可氛围感吧 帅男靓女 搞笑男 搞笑女 一个外表成熟 现实内心像个大男孩 依然热爱生活 一个外表软萌智能 但是现实内心清醒 热爱生活 热爱事业 勤可工作 两个人好像一样 又好像不一样 比如说谭孙颖 她也被大家称作是宝藏女孩 从外表上来说 长得甜甜圆圆的 完全无攻击性 面相很善良 谭孙颖 她很干净 很善良 却好像不是圈内的人一样 而是林家大姐姐一样 第一次看她的剧《旋风少女》 她饰演的范晓莹 很可爱呀 很有灵气 但当时年龄小 不懂入圈什么的 后来耿耿于怀 浪花一朵朵 狐狸的夏天 锦衣之下 越来越喜欢她 她很努力 一个人在娱乐圈里单打独斗 不会去追求名语力 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她很喜欢唱歌 会弹优克莉莉 会弹琴 她很爱笑 她的笑很治愈 一看她笑 简直心都化了 这种磕磕爱爱 古灵精怪的女生形象 谁会不爱呢 况且私下的谭孙颖 给人感觉比较稳重时尚 偶尔又有点小可爱 很喜欢她的气质 她的粉丝圈子里 都是夸她的 就算是其他明星的粉丝 也没有踩人家 反而也会夸几句 品格也非常的优秀 那么王凯呢 从气质到颜值 造造品型 她都是值得 被大家去喜欢的 其实演员寻找到 与自己气质契合的角色 通过演技 将气质发挥到极致 与角色互相成就 塑造经典 这或许是每一位演员 在演艺事业中 都在追寻的目标 所谓气质由新生 与生俱来的气质是天赋 对于演员王凯来说 在演艺人物角色时 身上天生的气质 就与角色打了不一样的精彩 成为睿智 身是优雅 低调内敛 每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王凯 都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这与其外形 素雅 谈吐有直接关系 王凯身高182厘米 优越的身材比例 堪称完美 加之本人对体型的严苛 作为要求 行要正 作要端 使其仪态非凡 风度翩翩 而随着生活的魔力 阅历的丰富 成熟稳重的气质 更加凸显 在与人交谈时 王凯也是谈吐优雅 举止有理 难怪有评论说 王凯的气质形象 自为一股正人君子之风 从五官来看 王凯脸型轮廓硬朗 五官立体 眉目如画 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正气十足 这样的高颜值出现在剧众 一出场就有惊艳众人的效果 等于初中的气质 及外形条件 王凯对于正直 成熟 大气 睿智等角色的驾驭 游刃有余 令人惊叹 或许 这原本就是王凯的底色 挑起了高品质好决的大梁 尤其是在行侦大局猎狐中 试掩的夏远 穿上警服的王凯 眼神果敢犀利 身材修长挺拔 即正气与帅气于一身 其实王凯在很多时候 都有一种绅士风度 在狼牙榜中有一场戏 是刘涛试掩的霓皇郡主 被下药跌倒 只是萧景岩 走过来扶她时的动作 网友都注意到了 王凯扶住刘涛的动作 只是轻轻地抓住手腕 而并未去抓手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但在网友心中就不一样了 简直是绅士手 对于王凯来说 一双绅士手不仅仅是在戏内 戏外也是一样的 在节目中 王凯搀扶王鸥时 也只是手腕 而并未去从手上去扶 这样既可以扶住王鸥 又能展现出他绅士的一面 或许有些习惯 是后天培养的 有些却是与生俱来的 看到王凯和别人合影时 一只手指是紧紧地放在那里 一动不动 比起一些有意无意 就放在女性的肩膀上的男性来说 王凯实在是很优秀 可见王凯在平时的生活中 也是这样的习惯 所以才会自然而然地 就去做这样的事了 所以如果王凯和谭孙英这两人 能够走到一起 我想大家是不会反对的